嗨 大家好 我叫尤甄嵐 平常我的運動我是打網 輪椅網球 還有一些冰湖的活動 也有推輪椅 大家好 我叫雅琪 大家都叫我夜市仔 這樣比較快 雅琪啊比較快 然後我跟正安姐一樣 平常也是以打網球為主 對啊 因為我前陣子手受傷 所以我有休息一段時間 就是因為想說休息太久 有運動會維持自己身體的體能 經費也會比較好 所以我這一次就是 有挑戰一下長龍馬10K 路跑一直很受國人喜愛 近年來各大賽事也開始落實運動平權 除了四丈組外 也新增輪衣柱 10月底剛挑戰完長龍馬10公里的雅琪 目前跟正蘭都在為12月的台北馬拉松 3公里路跑努力 如果真的我會來接住跑步這個是 因為我想要 我想要去走白鴨屯媽祖的那個 那個那個繞進隊 但是我想要知道我有沒有辦法 撐這麼多公里 所以我就 所以那時候才起心動念 那我挑戰長龍馬10K 我一直沒有信心能夠完成這10K的 的賽事 但是 完成之後就覺得 我完成了 嗯 我有滿滿的成就感 兩組喔 兩組可以換好多 同樣在備戰台北馬的呂峰和 是21公里組 他過去曾入選1992年巴塞龍那帕日 更在1994年遠南運動會 拿到了400公尺輪椅競速金牌 不只在田徑場上有好表現 呂峰和也投入倫藝舞蹈超過20年 因為我一開始的是以田徑為主的 然後後來轉 轉國標之後 整個身形什麼 因為田徑就是要比力量的 然後 國標就是你要整個身體要柔軟 但是相對來講 國標當然是對身體障礙者來講 可以提升很大的自信心啊 玩下去動力 我覺得應該 給身體障礙者一個 一個關鍵是說 你看自己BOSS的什麼心態啦 如果你是覺得好玩 可以撐滿久的 有些人是覺得說 我就是來比賽的 一次兩次覺得我沒得名 我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不要玩了 那如果只是來好玩啊 健身 那反而可以撐比較久了 加油加油 輪椅跑者他在長距的進行中 因為在國內目前還是推廣的階段 所以我們現在先在練習中 先幫他安排這個陪跑員 那陪跑員會建議他跑在輪椅跑者的後方 去幫他判別 今天訓練場域的路面的狀況 比如說有些緊急應變 或是有來車就要提醒他 那再來就是 輪椅跑者他可能比較不方便 有一些穿戴裝置 提醒他GPS或是配速的狀況 所以陪跑員也可以替他說 我們今天有沒有跑在我們預計的強度上 我們鼓勵輪椅跑者呢 走到戶外進行這樣的運動 所以我們不想要設定太難 那每一次都有從運動中得到一些 自我的成就感的回饋 也會釋放這個快樂的一個運動能量 他喜歡這邊他才會常來 那就可以感受這個運動的魅力 那就找到這個帶給他的不一樣的意義 輪椅選手贈不贈 贈 根據統計 目前台灣有超過120萬名身心障礙人士 越來越多人投入運動 像是輪椅跑者 施掌跑者 以及現在最熱門的羽球 桌球 還有射箭射擊 熱血的輪椅網球 輪椅籃球 棒球 甚至是星星的輪椅極箭 透過運動走向戶外 一起揮灑汗水 比賽 其實我一直跟別人說 我們是0.5加0.5大於1的概念 就是 你有一隻手 我有一隻腳 我們剛好變成一個很厲害的組合 我們身體上有限制 我們沒有需要跟一般人一樣那麼厲害 但是我明天的自己可以比今天更好 那就好 那最好我叫朱廣林 那我現在是身杖戰神隊的隊長 那我加入戰神已經13年 接住棒球是我差不多小學的時候 因為我爸爸跟我一樣 算是肌肉萎縮 他是含肩疾病 對 那導致我可能就是 行動上面不是這麼的敏捷 那可能沒辦法做一些很粗重的動作 或是像跑步啊什麼 沒辦法做這樣 那我父親跟我一樣 所以 他那時候就是小時候帶我打棒球 然後一直想要 希望我可以從這棒球的一些活動 或運動之類的 那只是說 因為他在後來在我18歲的時候他離開了 那從那之後其實我一直在找一個 可以跟他維持這個密切連結的一個 一個途徑 一個方法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 就是找了很久 然後最後終於找到棒球這個 途徑 然後也找到了身杖棒球隊的這個地方 大家好 我是潘瑋傑 那我現在是贊成身杖棒球隊的領隊兼選手 那同時也是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身杖棒壘球協會的李世章 贊成是我們成立的 開始是在201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爸看我很愛打球嘛 每天那時候 每天都是下課完就跑去打棒球打棒球這樣 那他後來有一天就問我說 他認識到一個身杖棒球隊的教練 叫做小黑教練 然後他問我要不要去玩玩看 然後說不定還可以出過比賽 我一開始很排斥 因為畢竟叫身杖棒球隊嘛 你去了就會 就是你要告訴人家自己是身杖者 這樣子 但是後來想一想 不然我去看看好了 不然一看真的嚇到我 就是真的有人一隻手傳接球 然後比我們還要快 然後或者是有人把輪椅丟在旁邊 然後坐在地上接球這樣子 那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哇就是 你感覺的是到我們在同個水平上面 這樣子一起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場上已經沒有任何障礙了 戰神棒球隊於2011年正式成軍 是台灣首支身杖棒球隊 每個月至少兩天固定練球或比賽 不限杖別 只要喜歡棒球都能加入 目前隊上將近50位隊員 來自台灣各地 他們其實也讓我很感動 就是譬如說上大夜班 然後早上一起床就開車上台北 或是說那個一早可能四五點 就搭從高雄搭客運 搭什麼的就從 就從南部上來這樣 然後花蓮 我們還有從花蓮來的球員 他可能早上我們早上九點練球 他五點就要從這裡開車出來 之前我在宜蘭的時候 都是坐火車到樹林之後 開這台電動輪椅 到這座球場來進行練球 幾乎每個禮拜都會來進行練球 一開始接球的時候我會害怕 但是很多球員還是跟我說 不要害怕 不管怎麼樣就是盡力把任何一個球 擋下來 或者是碰到也沒有關係 然後好好享受任何 任何一場比賽 還有跟所有的球員一起的互動 大家好 我叫謝士葉 今年33歲 然後外號叫188 然後加入戰神棒球隊已經12年了 運動的身體不錯 而且這個運動需要團隊 而且不是像籃球可能身高優勢就可以完成 需要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我覺得團隊默契的那個感覺很棒 每一次的打球 每一次的比賽都讓我們感動 因為我覺得這一群人 他們願意從家裡出來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他們必須說在這個社會上 他們就是我們比較偏弱勢的一環 那剛好又是身上又是棒球 其實是我個人覺得是比較弱勢的一環 那他們還願意就是走出 走出自己的心魔 然後走出離開家裡 到外面跟別人互動打球 我覺得不管輸贏 像今天這樣子 我覺得不管我們別人怎麼看我們 我覺得他們在進步 我們在進步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 非常令我感動的事情 走 除了國內的身杖棒球聯賽 慢速壘球錦標賽之外 戰神棒球隊也參加過 五次世界身杖棒球賽 與日本、韓國、美國及波多黎各交手 過去最好的成績為第三名 今天應該都是以球會有 因為大家都是身杖 然後各個國家的人的 殘障的程度也都不一樣 但是他們的球技像日本就真的很強 這一次從世界大賽這段期間 從培訓到現在 培訓完 一賽完回來之後的這些過程 我看得到跟以前不一樣的是 我們回來的時候就開始安排練球 安排練球呢 可能真的就會有一些小朋友 像我剛剛提到四季二十歲的小伙伴人 他們願意來這邊跟我們一起 學習、一起成長 然後更年輕化 我覺得這是 我目前看起來是一個 非常好的現象 戰神棒球隊走過將近13個年頭 因為棒球讓這些隊員們聚在一起 也既有每次練習、每次比賽 使每位隊員都創造出 屬於自己的精彩人生 接下來創隊元老潘瑋傑 隊長朱廣林等隊員仍有任務 他們希望透過推廣 讓更多生長朋友投入 一同享受運動的喜悅 真的很希望身長朋友可以出來一起 統樂、一起嘗試 我覺得不一定說一定要 我一定要求出150 或是我跑得要很快 打他打球沒打 這太難了 我們不是職業球員 我們可以出來一起 一起享受這樣子 享受陽光 然後草地 然後打球樂去 有的是一個最重要的環境 一開始只是我的夢想 慢慢地開始變成大家的夢想 然後甚至是真的去打造了很多 多元化的事情 那我會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 那你在過程之中 你會看見不只是選手的改變 或者是在這個社會上面 更多的藝術或關注 然後或者是說 大家對於身上者更好的看法 或者是這些故事 他可以鼓勵到這些人 我覺得這是在我一路上面 推廣13年之來 下來一直看見的事情 接下來 也就是說 強迫 Und 加油 透明 魂